好漂亮哦 好漂亮哦 是吧 是吧 是啊 好漂亮啊 真好看 小福姐 谁帮你画的呀 是太妃娘娘帮我画的 哇 真的啊 你帮我画一个 小福姐 你教教我们吧 是啊 教教我们啊 姐姐 小凡姐 你回来吧 快坐 姐姐 姐姐 太妃娘娘还赏了我一些玉香酥 我拿回来跟大家一起吃 好好啊 哇 真好吃 谢谢 好好吃啊 小福 你额头上的红梅妆 究竟怎么回事啊 太妃娘娘一时兴起 所以帮我画了这个妆 真的好漂亮 好漂亮啊 谢谢啊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红梅妆啊 就是因为上官大人而来的 是吗 是吗 当时上官大人 跟皇上身边的男宠有染 啊 真的啊 真的啊 皇上就因为这个 一怒之下 就把上官大人的额头 刺破了 所以啊 大人才用这个妆 来遮印伤口的 啊 真的吗 是吗 原来啊 直到现在啊 大家还争相效仿呢 哎 这就是上官大人的不凡了 皇上啊 就是因为赏识他的聪明机智 才会对他网开一面的哦 对 有道理 嗯 我真希望我就是上官大人 在宫中 只要能得到皇上的宠幸 想杀谁就杀谁 可以享受无限的荣华与权势 你就想得美吧 对啊 但是要坐到这个位置的话 恐怕不知道 要害死多少条人命呢 哎 姐姐 说起杀人 皇上杀的人才多呢 告诉你们件事 太妃娘娘 今天告诉我一个秘密 啊 什么秘密 快说啊 什么秘密啊 她说 很多很多年前呢 嗯 皇上 亲手把自己的女儿 啊 不是吧 真的 嗯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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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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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太妃娘娘还说 皇上 为了争夺先皇的宠爱 亲自把自己的女儿给杀了 杀了 而且 还嫁会给王皇后 和萧淑妃呢 听说他们死得非常惨 手 被砍了 不光是手 还有脚 脚 快快快砍 砍完了之后 才放入酒瓮里面 大喊了几天几夜之后 才弃绝身亡呢 好可怕 好可怕 所以临死以前 萧淑妃大声道 吴氏 你不得好死 我要变成一只猫 把你当成老鼠一样 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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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毒的诅咒啊 这也就是宫中 为什么不准养猫 好 而且听说 皇上还常常梦到萧淑妃 和王皇后 皮头散 好毒的诅咒 而且 皇上长朝以后 他就常驻东都洛阳 永不归长安 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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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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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打雷而已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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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们把我当作什么人了 是不是把我当作王皇后了 还是萧淑妃啊 对不起啊 上公大人 好了 都别说话了 都早点休息吧 睡觉 睡觉 睡觉了 睡觉 睡觉 姐姐 又睡不着啊 不是 只是 光照到床上 有些刺眼 自从爹爹走了之后 自从爹爹走了之后 你一直没有睡过好觉 应该是 姐姐你不想睡 对吗 爹的遗愿 就是让我照顾你 你不想睡 你是怕 你入睡了之后 我会遇到危险吗 姐姐 既来之 则安之 更何况 皇宫的生活 并没有我们想得那么恐怖 小福 一定会在皇宫里面 好好地生活 放心吧 姐姐 皇宫里头 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更不知道 什么时候 我们会开罪什么人 所以我们以后做事 还是要小心一点才好 好 姐姐 我答应你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我 对了 你额头上的红梅妆 我帮你擦掉吧 姐姐 就让我再漂亮一晚吗 那你记得明天早上 一定要擦掉啊 姐姐 你怎么像月秀姑姑一样 越来越唠叨了